方寸棋盘上演万千变化 举棋落子自有百合纵横 作为规模最大 射击范围最广的象棋赛事 世界象棋锦标赛 已历经14届比赛 1990年 首届比赛在新加坡举行 来自中国的旅亲 和来自新加坡的张新欢 分别获得男女个人赛冠军 1993年 第三届象棋市锦赛上 世界象棋联合会宣告成立 开启了象棋发展的新征程 此后 象棋市锦赛每两年一届如约举行 中国香港 法国巴黎 印尼亚加达 德国慕尼黑 等11个城市 承办棋界盛会 徐天红 许银川 吴明 郭丽萍 等18位棋手 问鼎齐王齐后 梅清明 耐格勒 索斯和勤 等数名非华仪棋手 展露锋芒 获得冠军 非常地幸运 获得冠军 真的很开心 获得冠军的那种喜悦啊 我觉得可以冲破屋顶 27年的光阴 见证了象棋走向世界的过程 今天 万众瞩目的第15届象棋锦标赛 在菲律宾马尼拉正式开赛 而此前 在象棋棋盘 楚河汉界 现实原形之地 在中国形阳 象棋市锦菜 首设启动仪式 宣告了一个新的开始 翻阅时走出国门 全力推动象棋文化 增进国际交流 第15届象棋锦标赛 正式启动 这样的一个仪式 今后就开启了 世界上联合 象棋锦标赛的一个新品牌 我们要把象棋的精神 向世界各地进行传承 进行传播 除了棋盘上纵横驰骋 带来的快意 象棋的精神与魅力 也与文化息息相关 2000多年前 象羽和刘邦逐鹿中原 在行阳广武山上 楚汉和鸿沟对峙四载 公元前203年 双方签订协议 以鸿沟为界 终分天下 这便是棋盘上的 楚河汉界的现实原形 相传 当年象羽和刘邦 隔鸿沟对话 象羽俯弩 射伤刘邦 固有棋规 将帅不能见面 象羽一方继承秦朝编制 为黑棋黑甲 刘邦一方为己吃油 用血涂抹旗帜 在棋盘上 就定格成了 红黑双方 象棋文化传承千年 但关于象棋的起源 与发展 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为深入挖掘象棋起源 还原象棋发展脉络 象棋溯源工程 在形阳徐徐展开 目前已经确定了专家团队 作为溯源工程的 先棋启动项目 口述象棋工作 正在稳步推进 象棋文化 是很丰富的 也可以说是很拨打精神的 未来 红沟之盼将建设象棋博物馆 将象棋溯源成果 展示给全世界 以其为美 象棋市锦赛的会棋飘扬过海 来到千岛之国菲律宾 以其会友 世界各地优秀棋手 聚集马尼拉 再续平坛之意 我爱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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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棋 加油 象棋加油 象棋加油 那我们对这次比赛呢 也非常的期待 第十五届 世界象棋锦标赛 第十五届 世界象棋锦标赛 世界象棋锦标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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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象棋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przy连接触 星 interconnected rz 视频 转发展